大家好,今天分享一个红枣最好吃的做法 桂花糯米加新枣 先准备200克干红枣,提前用热水泡发 泡来以后比较容易去枣糊 然后以百克水磨糯米粉,加85克开水 开水和面可增加糯米团的粘性 使做出来的成品更加软糯,凉了也不会硬 边倒边搅拌,将糯米粉全部搅成颗粒状 再下手揉成光滑的面团 密封醒20分钟 然后把红枣洗一下,泡红枣的水倒掉 先来去枣糊 没有这种工具的话,可以用一根粗一点的吸管 然后侧面剪开 形好的面团先揉几下 再滚成长条 大概和手指差不多的粗细就可以了 直接揉一小段下来 塞到红枣里面 放蒸屉 要稍微间隔一点距离 开大火蒸,水开后计时10分钟 淋上适量的糖桂花或者蜂蜜也行 香甜软糯,凉了也很Q弹 喜欢一定记得试试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感谢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